好了 福西航空失事事件之後 其實搜救任務一直都沒有停過 我現在的位置是在大直橋這裡 為什麼在這裡呢 因為這裡可以看到我旁邊的攔截點 就是現在下游搜索的最後攔截點 從這個大直橋下攔截點到失事的現場 其實這個長度有差不多6到7公里左右 搜救艇是不斷的來回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而我們也在失事以外的 一公里外的這個凹槽處 可以發現到畫面裡面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飛機的殘骸 甚至是座椅以及這個 乘客使用的氧氣包 都已經散落在這個凹處 但是呢 就是在大家比較大 關心的是比較大型的殘骸 或者是有人員的部分呢 目前都還沒有一些最新的巡貨 而剛剛也有一些搜救的畫面 看看剛剛的操找畫面 看多久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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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身邊換海岸部 最遠到哪裡啊 第一站還不曉得多久 那我坐以後面再靠回來 最後的月差不多幾公里 3公里吧 3公里 有沉下去的話 原則上大概 尤其現在水溫又比較低一點 所以人員如果有沉下去的話 我們不排除可能要過一兩天才會有浮上來的狀況 聽到市場指揮官表示說 像這樣的一個低溫呢 可能在濕溫或是被水嗆到之後呢 其實能夠征還的機會 或者是沉到海底的機會都非常的大 但是也希望有好消息傳出 我們剛剛也實測了現在目前的水溫是16.8度 在這樣的溫度 加上一些寒風的助長下 人在這個水溫裡面可能會容易有失溫 或者是在水裡面可能也待不久 但是大家在舊南遊園都希望 有最後一次希望可以有一些在失蹤部分 還有生還者的好消息傳出 以上是我在大致的最新情形 主播